大家好,我是郭杰瑞,做了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第二天就拿到了结果,他现在在美国做郭杰瑞,郭杰瑞是把云南的茶给卖到了,云南的咖啡卖到了美国。 好,现在有朋友说,拜登的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也叫贺锦丽,加州被他害惨了,美国人你想投他,那美国会被害惨,就是这种理论。 因为在加州贺锦丽的,他做的几个东西,就是说,如果犯罪是900多块钱以下的话,就不算犯罪。 所以,他们磕着那个县去偷的话,就会不会受到惩罚。 还有就是把,要把那个新冠,那个监狱里的犯人给放出来。 还有一些就是要给黑人赔偿,因为他是以黑人的利益自居嘛,所以赔偿。 所以他这个道德水准上,就是29岁,30岁时候,为了进入政坛,就找60岁那个议长,然后做第三者。 这个在那个道德上,也是让中国人,让华人是看不上的,觉得道德水准。 但是美国人觉得这个无所谓,因为你像克林顿,以前和莱文斯基那个,莱文斯基是白宫的实习生。 克林顿和他发生性关系,美国最后也没有把,美国人最后也没有把他罢掉。 特朗普也是一样,特朗普也是有很多,就是在他2016年选总统时候,有很多女的告诉他,就是在他婚姻存续期间和另外的女生交往这个东西。 觉得是不是不好啊,有这个情况。 孟加拉跨恒河不方便,中国已经把桥给造好了,中国为什么全力自帮助孟加拉。 香港商人,这是BBC的消息,说蓝转黄,放弃大陆生意,增取自由民主,开心多了。 这个是BBC说的啊。 被裁员的90后,有人成天在家撸猫,有人回老家卖车创业。 这是大家不同的选择呀。 现在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 中国建设的莫斯科地铁全线贯通,俄罗斯人夸赞,中国的效率无人能及。 中国在是基建狂魔嘛,所以是不要。 乌克兰的Masha,晚上一个人外出拍视频时,遇到最悍的无礼搭讪。 就是在乌克兰啊,在俄罗斯啊,白俄罗斯这些,喝酒的人非常的多。 中国房价为何支涨不跌,普通人该怎么办? 就是高房价,高房价的秘密是因为很多财富是藏在这个高房价里。 美国现在为什么要让股市一直涨,就是因为股市是美国人财富所藏所地。 所以特朗普想要连任呢,他想要连任,就要让股市继续涨。 他清华毕业,不回国,花十年在中国民间学做菜,学厨啊,这是一个小伙子,外国的小伙子,金发碧眼,在做这个。 林淑豪回到了台湾,他是在那个北京在CBA打球,然后是NBA打球结束以后,他把美国和中国大陆还有台湾这个红利吃得非常的吃好,吃饱,吃满。 而且他还有可能就是拿到了台湾的护照,然后去代表台湾去出战比赛,出战那种国际比赛。 但是台湾那个其他的篮球选手会水平不会那么高。 特朗普政府大动作的打击华为晶片取得的管道,指指华为是SPYWEI。 SIA说,华为禁令,重创。 特朗普说,指责华为说他监视我们,华为是间谍,把华为打成间谍。 美股先崩,半导体倒一地。 因为他把他周边那个,包括华为的子公司呀,也是打了一片。 通俄门卷土重来,特朗普说,又搞我,又拿通俄门搞我。 这是特朗普,又开始叫区了啊。 拜登说,我有点慌,通俄门。 然后,现在是特朗普方面就投入了关于,就是直接打了拜登的副手,贺锦丽。 因为拜登,他特朗普称拜登就是说瞌睡虫,因为他年龄大嘛,78。 他如果当选的一届就是82,年龄非常大。 他就会忘词啊,出现老年痴呆那种情况。 所以特朗普打,现在他是主要的打这个,卡玛拉,哈里斯,打这个贺锦丽。 他现在广告45秒投放到YouTube上面去打。 从美食美女到西域风情,走进新疆,看着真实生活。 新疆有一个安妮鼓励,前段收到好消息,就是他被上海的一个表演专业, 一个学校录取了,表演专业,不知道是不是上海戏剧学院。 所以他是鼓励准备到上海去了。 上海老弄堂搬迁了,没有人可以说说话,那种感觉没有了。 就是邻居之间非常近的感觉没有了。 如果搬进了摩天大楼,大家就互相不认识了。 这种感觉是另一种感觉。 Barritt父子在中国,Live from Chongqing Building Dollar Hotel Observation Deck, 他们住在一个四栋的,四栋,然后他的房顶是连体, 有那个玻璃木墙,玻璃的底,连体的一个Hotel里面。 所以他觉得中国这个建筑,他们是父子是住在深圳, 然后去拍一些重庆呀,上海呀,一些城市,去介绍这个城市。 说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积弱积贫浪, 这个就是介绍一些新中国的现象。 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美国人,是白的,还有英国人, 他们是英国人,有那个白人,男的女的, 包括欧洲的,乌克兰的,俄罗斯的,塞尔维亚,各个方面都有。 金一南谈汉奸带陆党和王立军叛讨成都美国领事馆事件, 全面介绍。 中美在台湾海峡矛盾连续升温, 解放军实战演习震慑台独。 现在蔡英文是在不断的房子斩首行动啊, 就是她怎么会逃跑, 怎么做逃跑已经做了很多种。 美国对华为限制升级, 阻断外购联发科芯片方案, 华为如何自救? 因为马上到9月15日就会出现了断供芯片的情况。 就是大家想买华为的芯片, 想买华为的产品, 现在没有芯片了。 这是最困惑的一个东西。 一个新的断舍离上瘾, 247平米的家, 只有9件家具, 就是断舍离, 就是要舍弃很多。 黄蜂在介绍, 人口能决定什么? 人口红利会决定什么? 外交部记者会赵立坚说, 世界最大的黑客帝国, 我不清楚, 你去问问他们。 就说谁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帝国? 不是歧视非议, 白宫记者会重申, 警察命贵, 因根本是公平的问题。 新冠病毒长期的肆虐, 美国各年龄层都有被感染的风险。 这个是说到了个真的地方, 比较。 国家机关, 干部职工相亲, 女多男少, 不乏90后。 这是现在是, 就是年龄, 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女性, 现在更多, 因为她们有独立的经济, 所以她们现在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 也喜欢自己的人才会。 制裁中国好朋友, 特朗普警告, 别插手, 鲁哈尼真可悲, 美股泡沫时刻将至, 反击特朗普重启伊朗制裁, 对伊朗制裁, 朝鲜的金与正, 接掌国家政权, 这是问号, 对朝鲜是充满着问号, 刘兆佳教授说, 固安法首效, 泛民作忠诚, 反对派死, 唯一出路。 关于肺炎疫情的, 武汉水上电音派对, 三千人无口罩狂欢, 因为在中国, 在武汉, 这个疫情已经受到了控制, 价格便宜可大规模生产, 新冠疫苗研发竞赛, 中国处于领先的地位, 领先的位置。 要求大学出清中国股票, 特朗普要中国企业都离开美国吗? 特朗普现在是又开始出招了, 安倍现在也是要跟着, 跟着也要出招。 侠女大闹, 李登辉追思会, 打击台独, 大快人心。 这是邱毅在讲这个, 发生的这里的新闻事件。 东风快递打航母, 要花多少钱? 美国航母战斗群的队形配置, 然后这是军事迷, 军事迷在这种, 进行这种分析。 特朗普力挺校园重启, 因科学数据强调, 新冠病毒感染力比流感还要低, 但是现在, 包括美国的, 包括加州的, 这上面都是非常担心, 家长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担心。 现在, 在海外的聊聊回国, 或者是留下, 如何找工作? 留学生是不是值钱了? 回国前要做的事? 找工作的经验分享, 有的已经在海外找到了工作。 美扩大管制华为, 下个受灾户, 点名记忆体, 别把台厂当速塑胶。 就是一说, 台湾现在受到了打击, 联华科那个股票是崩跌。 拜登对美国教师联合会发表感言, 在教师联合会上表态, 争取这个组织, 因为教师联合会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会组织。 长江最大洪峰超过7万每秒, 三峡水库连同长江上游寸滩的洪峰这么高, 它来了。 在这个政委开课, 为什么说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大国里最差的? 空哨带你看机场的现状, 美国疫情直击, 作为一个第一线的工作者, 谁不怕死, 韩赛飞直抵机场的现状, 而且马上就要增加更多的中美之间的航班。 任正非宣布反击, 开除2000名美籍员工, 3300项专利休想再用, 美国通讯产业一夜崩盘, 这是在这种了不起我的国在放一些消息啊, 大家要辩证的去看问题。 竞选美国大选, 竞选总统要花10亿美元, 背后的金主到底是谁? 金灿荣在谈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 中国农村娶了洋媳妇, 带着一家人拜访了洋媳妇的外婆家, 全家都出来非常的激动。 德国现在看不下去, 说着华为的出路何在? 美国不断的打压华为啊。 中国的压力测试开始了, 确实是开始了。 然后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莹说, 过去十年中国改革停滞, 全面倒退。 建议大家看一看这个张维莹的演讲。 虽然是很早以前的, 说是2013年的, 但是他讲的东西确实是让人很受启发。 好,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拜拜。